嗨,各位同学,你们好吗? 我是Coco杜,来自越南 现在是2021年11月23日 晚上10点26分 Coco刚刚下课 今天晚上Coco给越南各地 在越南北方中部南方 做那个从事留学行业的工作人员 还有管理者 还有很多人 就给他们上留学咨询的 就说我们在越南这边搞留学咨询行业 一定要好,要上课 然后要好事,好好了 有那个证书了才能行业 叫行业证 然后Coco 之前Coco也是那个班的 辅导班的学员 也没想到能成为这个辅导班的老师 也是觉得很棒 这也是Coco一生当中 值得骄傲的 值得骄傲的事情 然后呢 就是今天Coco录的这段视频 是跟大家分享是 学习语法的方法 因为Coco发现我的学生语法很不好 我猜其他学生的语法 其他同学的语法也不怎么样 但是开始Coco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下午我的学生 一个斯里兰卡学生 是叫何珊 何珊 如果何珊在看Coco老师的视频 老师要说好想你们 好想好想你们 很想咱们的南京 还记得当初我们从南京 在南京医科大学认识 Coco是你们的侯姨老师 还教你们是怎么去问路 怎么去买地铁票 还有怎么乘坐地铁 还让你们去问去陪着你们去欧商超市买东西 还有去干嘛去菜市场买菜对吧 还有去找中国人请帮忙 还叫你们吃豆腐 因为豆腐的确是很好吃 但是为什么不能说吃豆腐 因为是大家都笑着我们对吧 会笑我们 所以真的是Coco老师非常的感动 因为六年过去老同学还一直记着Coco老师 还能在Coco老师的视频注册 还能再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 真的是暖暖的 就是我们认识就六年了 六年过去了 天呐 太坏了 好 那现在是医兵的时间 所以也希望各位能早点毕业 真的是非常的牵挂大家 希望我们还能再一次能见到 大家都是医生了 然后这个会愿意成为你们的病人 哈哈哈哈 好 那么现在来跟大家分享 这本就是上一次 Coco老师三叉 华东示范大学举办的项目 就是说全球的三十几名优秀的老师 然后参加那个项目 然后除了能跟非常优秀的老师 教师上课之外 还能拿到非常棒的教材 然后呢 Coco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的学生经常犯错的就是哪个语法点 我学生犯错的就是那个语气词了 很搞笑的耶 就说我还没学了 不止一个学生 我还没学了 学生不知道说我还没学呢 学生经常说我还没学了 我还没吃早餐了 为什么是发生了这样的错误啊 是不是听把那个人家说的呢 听成乐了呢 乐是什么 就是说 嗯 不去了 我不去 我不去了 那是不是你们搞错了呀 我不去了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之前打算去 但现在我不去 为什么不去 有很多原因 我赌气了呗 等你等久了呗 所以现在改变主意了 女孩子嘛 心情很不稳定的呀 嗯 所以 之前你有打算呢 但是你现在 你有打算 但是现在你改变了 你可以说 我不去了 你去 你这里去 我不去了 这时候这个了 不是语气词了 它是什么 它就是 但是之前我打算过 我打算去 我打算去 现在我改变了 所以这了 就表示改变的意思 您听懂吗 好 那我不去了 我还没学了 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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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是什么 还没就是 没有 没有过 没学过 不能用了 哥们儿 咱们要用还没学呢 这个呢 这个呢 要注意哈 那 有很多用法 也有很多意思呢 所以 我们今天 来了解一下 汉语里面的语气词 那 可可超级喜欢这个呢 说您呢 之前在北方实习 在北京实习 经常听他们说 说您呢 听起来好害怕 但是它其实是他们的口气而已 他们就是习惯那种说法而已 也没什么意思 也没有别的意思 也不是不喜欢您的意思 那 我听着呢 老师上课的时候 以为是学生没听课 所以学生有点不耐烦 知道不耐烦是什么吗 不耐烦就是有点不满意 有点不开心 叫不耐烦 就说 我听着呢 如果是一个朋友 朋友和朋友之间 听着呢 那么 越南语就是 当然 跟老师 不能是那样翻译 也是有点不开心的语气了 还有那个是 咱们吃什么呢 咱们吃什么呢 我们一般都是你呢 我是越南人你呢 对不对 就是那个andrew的意思 但是 那有很多意思呢 那有很多意思呢 嗯 我说呢 哎呦 他们俩 是不是有意思啊 他们俩 是不是 有点意思啊 我说呢 怪不得 这是八卦的时候经常说的话 他们俩是不是有意思啊 哦 我说呢 我说呢 真是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嗯 我说呢 那这时候呢 就相当于越南语的 嘛 嗯 嗯 嗯 好 那还有什么 还有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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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我的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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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书呢 我的水呢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 有一位老师 他是领导 然后 带着一个小女生去 嗯 去去吃东西 然后那小女生 都不懂事 他就是指 就说他拿了两杯茶 然后他领导去洗手间一出来以为是其中的一杯茶是领导的 然后他拿着 然后他的员工就说 那是我的 然后领导有些尴尬 然后问他 那我的呢 然后他说 那两杯 两杯都是他的 然后领导问他 那我的呢 那我的呢 意思就是 那我的茶 我的茶呢 然后那个员工 真的是一个很傻喇叭气的女孩 他说 我没拿呢 哈哈哈哈 所以 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 就是说 孩子们 那个我们要 除了学习之外 我们还得多观察哈 领导问 那我的呢 您就说 我没拿呢 那这可不行啊 OK 你拿 给自己拿两杯 领导就是一杯都没有 那这样是 叫什么事儿 对不对 嗯 嗯 那 除了是 在哪儿 还有 和 您 就是说 你呢 就是 那您是哪个人 或者是 您吃什么 就是把前面的话 接 接过来 嗯 还有 就是 肯定 肯定 嗯 我好着呢 我好着呢 就是说 我好着呢 怎么什么时候说呢 就是说 呃 另一个人就是 希望 呃 你不好 尤其是刚刚分手 然后刚刚分手的那个男的 就经常问 呃 你好吗 你好吗 然后就你觉得是 他就是一直在希望你不好 你出事 因为 证明就是 离开你 他又呃 就是不行不行的样子 所以你很 你很不开心 你就说 我好着呢 我好着呢 就是 呃 我当然好的意思 好的 那现在 coco要给我学生准备资料 因为 呃 虽然我 刚上完课 还是蛮累的 但是 因为 现在 要给学生准备 要不然是来不及了 呃 就是这样 我每一次给学生上课 都投很多时间在 都把很多时间投资 投资 投资 在设计 合成上 因为觉得是学生 呃 花时间 花钱 跟着coco上课 很不容易 所以 应该好好的对待学生 就是 学生上课的质量 就是coco 呃 呃 的成就 好 那祝各位晚安咯 和珅 还有哲汉 如果是你们在看coco老师的视频 就放心吧 coco老师好着呢 呵呵 爱你们哦 爱你们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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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夏 才